中国古代不仅在桥梁建造上 有着突出成就 钻井技术也同样不容小觑 被誉为千年岩都的四川自贡 就有着一座当地人 特别引以为傲的巨型岩井 它是世界上人工钻鑿的第一口 超千米深井 请听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深海井位于四川省自贡市 大安区软家坝山下 是世界上第一口井深超过千米的岩井 凿城时井深1001.42米 随后几经加深达1100米 深海井的开凿成功 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钻井技术的成熟和先进 还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者的杰出智慧及坚毅精神 现存的深海井制岩作坊 占地6000平方米左右 仍能日产岩2500公斤 请问以下表述正确的是哪些选项 A 深海井既产银鲁又产天然气 B 它开凿于清道光年间 历时13年才开凿完成 C 为了开凿深海井 当地人发明了先进的冲击式顿钻凿凿法 D 深海井制岩作坊内 仍保存着大车房造房等 因为我本人就是四川省自贡市人 我选了C选项 我先说一下我怎么样选错了 因为这个凿井的技术是 深海井的冲击式顿钻凿凿法 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一激动 我审题没有审得太清楚 因为先进的这个凿凿法 它其实是在宋代就已经有了 而不是说我们在清代道光年间 开凿深海井的时候就使用了 在这儿一激动就给搞混了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 A B D 一共有五位选手回答正确 C选项之所以错误 是因为这样一种冲击式顿钻凿凿法 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这个深海井之所以能够钻深 达到超过一千多米 这跟它采用的这个技术是密切相关 它采用的这个设备是顿钻 用的方法这个称为叫捉通凿法 它关键是解决了 用这个人力化矗立 这个机械上下往复运动 这是一个解决的一个问题 另外再就是通过这一套装置 解决它的冲凿 以及取出黎浆 跟这个碎屑 包括它的固井 跟隔绝淡水 这个关键的工序 那么整个顿钻 跟捉通锦法 在历史从北宋 这个开始用了之后 也在不断地这个完善 通过这样的那种完善 解决了这个钻深井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达到难题 那这一套方法 包括这个装备 传到这个西方 后来跟这个蒸汽机 这个技术 解密地结合 对世界矿产 看待活动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请记住 我收下来了 我们下一个 扶快 很快 很快 和